你坚持最健康的饮食 经常运动多喝水 但什么都没有 体重计上的数字没有改变 我猜没有人告诉你 这可能是你的淋巴系统 无法正常工作 但是别担心 我知道几个简单的运动 可以完全改变你的身体 而不需要改变菜单 但在我告诉你这些 在令人惊奇的有效运动之前 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弄清楚 你身体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问题的淋巴系统 最显著的症状是 脸部浮肿 身体肿胀 皮肤问题和橘皮组织 这些迹象表明你的淋巴线 可能循环的更慢 让毒素在你的体内累积 值得庆幸的是 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 你只需要改善淋巴的循环 这正是淋巴引流的全部意义所在 这些运动和按摩技术 以不同的方式起作用 它们可以防止水分滞留 增强免疫力和神经系统 有助减轻体重 甚至使皮肤更有弹性 然而 有些注意事项你不该忘记 如果你怀孕了 患有癌症 身体发炎或腿部血栓 淋巴刺激绝对不适合你 患有淋巴腺炎症和淋巴结肿 大的人也应该避免这些技术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小救星吧 锁骨区域按摩 让你的淋巴系统开始运作的最佳方法 就是通过简单的锁骨按摩 针对这个你必须仰卧在一个完全平坦的表面上 双臂交叉放在胸前 左手的手指在右锁骨下 右手的手指也在左锁骨下 从这里抬起肘部 用手指轻轻地按压这些区域 重复这个动作至少15次 并且别忘了呼吸 你应该在开始的位置吸气 并在按摩时呼气 这个很容易 你差不多可以在任何地方做这个动作 而不至于看起来太疯狂 站起来或坐在舒适的位置 尽量保持背部挺直 吸气并将你的双肩拉向你的耳朵 保持一秒钟并呼气 将肩膀放下回到开始的位置 做这个动作大约15次 如果你发现有任何疼痛延伸到肩膀 或者坐的过程当中觉得不舒服 那就跳过它 然后接着做后面的一个动作 脚底滚动 那么你从身体的顶部开始了 现在让我们一路走到底部 给你的脚一点点享受 站直 双脚平行 踮起脚尖站起来 然后停在这个姿势一秒钟 然后回到开始的位置 并向后滚动回到脚跟 重复这个动作20次 就足以让你的淋巴系统重新活跃起来了 太阳神经丛按摩区 你的身体顶部做完了 底部也做完了 现在该来做做中间位置 针对这个按摩 你可以站起来或坐下来 保持背部挺直 双手的拇指和食指维持并拢 从这个姿势开始吸气 并将手指放在肋骨的下方 太阳神经丛的位置 绕过你的背部按下这个穴位 然后呼气 保持这个姿势几秒钟 然后放松 继续这样做 每回不超过20次 你就完成了 日式振动运动 让我们加入一些有趣的练习吧 针对日本振动这个动作 听起来已经很酷了 你必须再次躺在平坦的表面上 但这一次将你的双臂和双腿举起到空中 略微弯曲你的腿 你的任务就是同时晃动它们 并试着在这个过程中放松你的四肢 相信我 你会喜欢这个练习的 但别太疯狂 并且最多做三分钟就好了 青蛙运动 坐在平坦的表面上 弯曲双腿 让双脚互相接触 双手放在膝盖上 并快速推动它们 使它们反弹 但是不要太过激烈 重点是让你的系统的特定区域运作 所以中等强度会比较适合 在做下一个运动之前 至少要做30次 仰卧起坐 如果你对运动熟悉 你肯定知道下一个运动是什么 如果不知道 这就是你必须要做的 仰卧在平坦的表面上 保持双腿伸直 吸气 弯曲双脚 试着让它们靠近胸部 然后呼气再回到初始位置 重复这个动作大约20次 如果你感到不舒服或感觉疼痛 请务必立即停止 开合跳 这是另一种流行的运动 你几乎可以在每一种健身项目里面 发现它 要做开合跳 你必须站稳 双脚并拢 双手贴在身体两侧 从这个姿势跳起来 将你的双腿分开到大约肩膀宽度 然后伸出双臂 向上举到头顶 接着迅速跳回到开始的位置 继续像这样跳大约30秒 或不超过一分钟 来让淋巴真正流动 就是这些动作咯 这是给你的一套完整健身运动 很简单吧 但是这个是给你身体的训练 你的脸部也同样需要一套这样的练习 定期进行脸部淋巴按摩 可以改善皮肤状况 减少浮肿 你所需要的只是五分钟的时间 和这些动作 首先用手指从前额中间到太阳穴 轻轻地抚摸皮肤 然后将你的食指从鼻子移到你的太阳穴下 现在是时候施加一点压力了 从上唇上方的点到两侧 然后从嘴角到两侧 最后从下巴中间到两侧 将手指从前额上部向下滑到胸部 完成按摩 是的 通过你的整个脸和脖子 这将有助于引导淋巴流出 尝试重复这些练习大约五到十次 你会在一周后看到突出的结果 祝你好运 你有自己的简单减肥技巧吗 请在评论中告诉我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东西 那就给这支影片一个赞 并与朋友分享 但是嘿 还别走开 我们有超过2000支很酷的影片 供你收看 你所要做的就是选择左边或者右边的影片 点击然后享受 持续锁定亮生活频道